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上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至五十六节 愿主耶稣的故事 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玛利亚虽说 我的灵魂颂养上主 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 我的救主 因为他垂顾了他彼女的卑微 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 因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他的名字是圣 他的人词世世代代 于无穷事 赐予敬畏他的人 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 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 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 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 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 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 扶住了他的仁慈 以色列 正如他向我们的先祖所说过的恩许 施恩于亚巴朗和他的子孙 直到永远 马利亚 马利亚同伊撒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 就回本家去了 基督的福音 今天的福音解释 选自圣伯达的路加福音示意 马利亚说 我的灵魂颂养上主 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 这就是说 上主竟以如此伟大 前所未闻的恩宠高举了我 我实在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 即使我心灵深处的爱 也不亦领会这种恩惠 因此 我以整个心神 以全部力量来颂养天主 感谢天主 当我瞻养他的无限伟大时 我欢欣地向他献上我的整个生活 我的一切体验 我的判断 我的心灵 因我的救主 耶稣的永恒天主性 而满心喜乐 因为时候一到 我就在身内怀孕了他 因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他的名字是圣的 玛利亚回顾他这篇感恩诗开端所说 我的灵魂 颂养上主 就是说 上主愿给一个灵魂行大事 只有这个灵魂 才能以相称的颂词 颂养上主 才能邀请那些 与他具有同样意愿 同一志向的人 一起歌咏上主说 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 让我们齐声授扬他的名字 因为谁认识了上主 而不愿接力赞颂上主 颂养他的名 在天国里 他将被称为最小的 他的名字是圣的 因为上主 借其至高无限的能力 远远超越任何受造物 并且与他所造的一切完全不同 他曾念及自己的仁慈 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玛利亚用一个很美的名词 称呼以色列 称他为上主的仆人 因为上主曾高举他 拯救他 而他却是一位 服从与谦卑的仆人 就如欧瑟亚先知所说 当以色列 仍是幼童时 我就爱上了他 因为 谁如果不愿意 自谦自卑 一定不能得救 也不能和先知一起说 请看 天主必协助我 上主必扶持我 可是 谁若自谦自卑 如同这个小孩子 这人 就是天国中最大的 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 永久看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 亚巴郎的家族 不是指肉体的 而是指精神的子孙 这就是说 不仅指他肉体方面的子孙 也是指那些随从他的信仰的人们 不论他们是否受割损 因为他自己在接受信仰的时刻 也没有受割损 但是 那信仰 也使他诚意 因此 天主早已把救世主的来临 预许给亚巴郎 及其子孙 直到永远 这子孙 就是御许的子孙 是保禄中途所说的 如果你们属于基督 那么 你们就是亚巴郎的后裔 就是按照恩许 承受产业的人 这两位母亲 分别预言了 主于若汉的诞生 实在做得好 正如同 恶是从女人开始的 照样善也该从女人开始 人类由于一个女人的受骗 而丧失了生命 却借两个真先恐后送扬天主的女人 恢复恢复了生命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阿们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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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心全意跟随他 薄言薄语 一声默默是风唐 万夫马驴要为我 祈求佳纳的安城 万夫马驴要为我 祈求中海的光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